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段由明镜电视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节目 明镜要报 今报中共的领土面积造假 真实的数字至少少了十万 来自台湾媒体自由时报的信息说 中共7月1号庆祝百年党庆 对内对外歌功颂德 不过曾经参与了中国国土面积测量的学者 出面爆料 说中国疆域并非960万平方公里 真正的数字要比官方公布的要少了10万平方公里 根据报道 现居德国的中国国土规划专家王维洛表示 中国的土地面积是党委说了算 王维洛最初参与中国国土测量工作的时候 与团队使用卫星照片与航拍的照片 设量各地的土地面积 随后将数据呈报给了中共党委 不料却被退了回去 并被告知这个数据不能用 你还得用我们党委的数据 据了解中共官方宣布的国土面积为959.7万平方公里 王维洛指出 中共号称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是1948年解放军用东拼西凑的测量方式得来的数字 但是在中印边境战争的时候 中国丢了将近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且又把许多土地拱手送给了缅甸越南 因此中国的国土面积没有官方说的那么大 王维洛透露说中国真正的领土面积大概是950万平方公里 他认为中国很多事物都造假 例如今年并非中共的100周年 中共的首次党代会不是在7月1号 王维洛表示说 中共是在1920年在第三共产国际的帮助之下成立的 且首次的党代会是在该年的7月23号在上海举行 8月3号在浙江嘉兴结束了会城 再来看一下台海若起战事 福布斯扑美军打击目标 来自台湾媒体自由时报的信息说 中国持续的对台构成了威胁 美国福布斯军事记者艾克赛指出 未来如果台海战事爆发 美军的目标是占领中国飞弹射程范围之内的前哨岛屿 艾克赛表示若是未来爆发了台海战争 美军计划的目标是占领中国飞弹射程范围之内的许多岛屿前哨 因此如何占领与补给方式成为了重点 为了将士兵送到小岛上 美军正在开发一种新型的小型两栖军舰 这种排水量5000吨的轻型两栖战舰 将潜入目标海域 融入民用船只的海上交通网 艾克赛提到美军可以将食品燃料弹药等一些补给物 放在商业货柜 再使用民用的船只进行补给 美国海军军官在国际海事安全中心智库表示 美军应该找到更多隐藏在显眼位置的方法 目前美国海军数十艘的运输舰不但体积庞大 而且外观是灰色的成为中国战机潜舰和火箭的目标 艾克赛认为军事海运指挥部平时根据海事安全计划 向60艘的民用船舶支付了费用 五角大楼在战时可以调动这些船只来装载军用的物资 并且伪造自行识别系统信号已骗过中国的军队 但是最终仍然必须要仰赖夜晚或者是恶劣的天气 快速的航向目标岛屿一旦被中国军队发现 美军将承受攻击 艾克赛强调美军轻转旋翼机和低空飞行的货机 也可以胜任相关的工作 此外目前已经有一些分析人士提到过 美国海军的近海战斗舰可能也具备了相关的用途 或是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使用潜舰运输士兵以及补给品 再来看一下匈牙利爆梯国药疫苗质量差 比辉瑞低了十倍 来自台湾媒体自由时报的信息说 中国利用自行开发的两款新冠疫苗 大打疫苗外交 不过除了科兴的效力受到了多国的质疑 现在连向来与中国友好的匈牙利 部分的民众接种了中国国药疫苗之后 没有产生足够的抗体质疑疫苗的效力 美联社以及印度斯坦时报在9号的时候报道指出 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传出了许多 接种完了两剂疫苗的年长者 在民间检验所做的检验显示 他们没有产生足够的抗体来抵挡新冠病毒 布达佩斯的市长卡拉尼松 因此担心某些疫苗的保护力不足 正提供2万个免费的检测机 给60岁以上的居民进行抗体的检测 试图借此来升高给执政党的压力 该市的副市长安布鲁斯表示说 出现这类情况的人 以接种中国国药疫苗为主 使该市的领导当局相信真的有问题 他说政府应该考虑给那些没有能够产生 足够免疫反应的人施打第三剂 他说所有60岁以上的人 不论是接种了哪一款疫苗 都可以使用市政府提供的免费的检测 检测越多 需要第三剂的社会压力就会越大 匈牙利是欧盟最先开始施打疫苗的国家 除了透过欧盟获得疫苗 该国也向俄罗斯 中国等国来采购 匈牙利是第一个批准了俄罗斯卫星5号 也是唯一一个使用中国国药疫苗的欧盟的成员国 匈牙利的媒体 今日匈牙利在7月初的时候 以匈牙利的国药问题为题报道 指匈牙利100万人接种了中国的国药疫苗 其中大多数是年长者 根据一份布达佩斯一家检验所 针对450人所做的抗体的检验文件 许多年长者接种了中国的国药疫苗之后 无法产生足够的免疫力 60岁以下的人 九成在接种了第二剂后 两到三周产生抗体 但是70岁以上者只有60%有同样的效力 接种了辉瑞疫苗的人士 所有年龄层90%都能够产生足够的抗体 而中国国药疫苗的抗体值比辉瑞低了10倍 而且年龄越高 打了疫苗却无法有足够抗体的比例也越高 再来看一下湖南的行长偷吃女行员 正宫气炸拉横幅捉奸 来自台湾媒体自由时报的信息说 中国湖南一名已婚的男性银行行长 被老婆发现她长期的偷吃银行的女工作人员 大搞婚外情 就连两个人的手机通讯聊天记录 也都相当的暧昧 正宫一气之下跑到了丈夫的公司外 拉起了横幅 大抱她长期通奸 该银行在7月10号的时候 也不得不对此做出了回应 综合中国媒体的报道说 湖南永州农村商业银行其中一间分行的门口 在7月5号的上午 该行的刘姓行长的妻子 带着友人在门口拉起了红色的布条 上面写着刘某某与蒋某某长期的通奸 银行的职员与保全人员发现不对劲之后 赶紧上前阻止了银行行长的妻子 想要将红色的条幅抢过来 双方因此爆发了许多肢体以及语言的冲突 该刘姓行长的妻子遭到了拦截 仍然不肯善罢甘休 当场拿出了丈夫和小三之间的对话记录示众 内容除了出轨的照片证据之外 还有许多暧昧的言语 该银行行长偷吃女行员的消息曝光之后 永州农村商业银行7月10号的时候发出声明指出 的确查到了两个人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目前已经对两个人下达了处分 解除了他们的职务 至于相关的事件的具体情况 银行方面不愿意做过多的解释 传坑枪6人被提前的解约 来自联合早报的西区说 香港电台节目坑枪再报有员工被解约撤换的消息 据悉有6名第二类服务提供者 在前天也就是7月8号和昨天7月9号的时候 突然接获了通知 只无需再提供服务 即刻不用回公司 但是部分人士的合约至明年初的时候 才届满 根据香港媒体星岛日报的信息说 连同早前辞职的三名公务员 坑枪制作团队已经削减了半数的人手 任职于4年的坑枪极的合约编导透露说 按照惯例每年会续约一次 今年合约将于本年底的时候到期 但是目前突然的被通知 不用回公司 被港台解雇 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 港府不断的加紧了管制媒体 去年制作时事节目721 谁主真相的香港电台坑枪集的编导蔡宇玲 今年4月份的时候 被裁定两项涉及查阅 汽车登记记录的虚假承述的罪名成立 被判罚款6000港币 美国过半数的民众认为 一元是来自实验室 来自台湾媒体自由时报的信息说 美国媒体政客与哈佛大学联合进行了民调显示 对于新冠病毒从何而来 美国民众的看法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目前有过半数的民众认为病毒来自实验室 政客指出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3月份的民调显示 当时仅29%的美国人认为 病毒是在中国的实验室制造的 并且是有益或者是无益之间泄露 政客与哈佛大学本月9号的时候 共同发布的民调则显示 现在美国已经有52%的民众认为 病毒来自实验室 28%的民众认为 病毒是从动物传播给人类 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的卫生政策 以及政治分析教授布兰登 负责设计问卷 他认为令人格外关注的是 这份民调的政党立场当中 有59%的共和党的支持者 和52%的民主党的支持者 都认为病毒是从实验室泄露出来的 布兰登表示说 我们的民调通常会发现 共和党支持者和民主党的粉丝之间 存在很大的分歧 所以这个结果相当的特别 布兰登认为 美国总统拜登最近下令情报机构 要调查病毒的起源 这对民主党支持者而言是一个信号 表明实验室可能有什么东西 加上白宫首席医疗官福奇 称病毒源头可能永远无法确定 使得民主党支持者可能接受 病毒来自实验室的想法 此外 公众对于调查病毒起源 还相当的感兴趣 几乎三分之二的民主党的支持者 和共和党的支持者 都认为这个问题极其重要 或者是非常的重要 布兰登对此感到了相当的惊讶 他说通常社会大众不会好奇 这种科学调查 再来看一下FBI出手调查海地总统遇刺案 来自法新社的报道说 美国将派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的高层官员 前往海地 协助调查海地总统摩依氏的遇刺案 白宫新闻秘书莎奇在当天表示 美国将派FBI和国土安全部的高层官员 前往海地 尽快的评估案情 以及我们可以协助的方式 FBI发表声明表示说 FBI目前正在与美国驻海地大使馆 和我们的执法伙伴进行联系 以研判我们如何提供最大的协助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